国庆晚会首度遗失台南空军基地 管制严格的空军基地难得开放 上万人入场欣赏精彩演出 舞台旁各式军机环绕 总统蔡英文登台先向国军致谢 我们国军的辛劳 话风一转再提到国庆晚会的地点 为何选择台南 晚会开始一度下起大雨 总统蔡英文和在场的民众 穿起雨衣欣赏演出 跨世代金曲歌王歌后温柔献唱 还有嘻哈歌手和统一师啦啦队合作 在场边帮球员加油的啦啦队员 搭配饶舌歌曲跳舞张力十足 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七首大鸡压轴演出 歌手轮番上场国庆晚会表演 风格多元派翻台南 三天新闻南部综合报导